男人悄悄地爱上了你,会有这五个异常剧动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不管你如何想隐藏,也是藏不住的 你不想表达自己对他的爱,可你的心会先一步做出剧动 当一个男人爱上你的时候,即使他再不愿意让人知道 但他也会在平时的相处中告诉你,他已经深深爱上了你 男人悄悄地爱上你了,会有这五个异常剧动 一,他的眼里只看得到你 当一个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被你吸引 眼里只看得到你,在他的眼里你是那么的美丽 也许在别人眼里,你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人 但在他的眼里,却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二,他会找机会和你单独相处 如果一发现一个男人总是有意无意制造和你单独相处的机会 比如说在你加班的时候送你回家,或者请你吃饭看电影 你就应该知道了,他已经爱上你了,这是他在追你 三,他会向你的朋友打听关于你的一切 一个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他会想了解你的一切 不仅从他自己的观察,他会向你的朋友们打听你的事情 他想知道朋友们的眼里你是个什么样子的 因为爱你,所以不自觉地想要了解你 因为了解你,所以更加爱你 四,他会不自觉地吃醋 即使还没有真正得到你,你还不是他的女朋友 但是一个爱你的男人,已经把你当成了他自己的 他早已把你划归到他的余意下 所以打你和其他人密切交往的时候,他会很吃醋 五,他会做一些事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男人爱上你的时候,当然是希望你也能够爱上他 首先他需要得到你的关注 所以他会做一些事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当你发现一个男人在你面前特别有表现欲 会做一些他在其他人面前不会做的事情 不要怀疑,他早就悄悄地爱上了你